早晨早晨 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3月26日 星期五 早上第一節 我們先去跟進大陸方面的最新情況 話說歐盟針對中國的制裁 可以說是一石激起千層浪 去到昨天 不少大陸藝人紛紛走出來表態 無論是跟歐美品牌割席也好 或是直接說明說要支持新疆棉 反正場面相當虛陷 很多藝人害怕撿輸行頭 慘過敗家 在昨天的表忠熱潮中 又怎會少得香港藝人的份呢 其中陳奕迅和運動品牌Adidas的割席 就最令香港人關注 在講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籲各位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去看看 到底陳奕迅和Adidas那篇的割席聲明 是怎樣寫的 標題就是聲明 我師與我師藝人陳奕迅先生 堅決抵制任何污名化中國的行為 即日起 宗旨和Adidas品牌的一切合作 特此聲明 下款是21克有限公司 2021年3月25日 其實昨天也不僅是陳奕迅和運動品牌割席 不少大陸的藝人都有類似這些聲明 但是我有一件事就相當不明白 照計那些外國品牌要找中國的藝人 或者香港的藝人去合作 請你做代言人 或者請你賣廣告的時候 照計呢 他就是真金白銀的請你 你也不是做義工的嘛 一牽涉到錢銀的問題 背後就一定會有合約的存在 但是原來 在一個政治的大漩渦當中 這些藝人 或者他所屬的經理人公司 就可以這麼輕易地單方面 跟那些歐美品牌割席的時候 到底合約精神是何在呢 而且單方面來違約 究竟背後是否牽涉到什麼法律問題呢 那些外國品牌 又可不可以向這些藝人 以及他們所屬的經理人公司 依法追討合理賠償呢 這件事我都相當關注 沒有理由說這樣 單方面說割席就割席 背後有合約的嘛 是不是呢 現在就好像搞到集體違約 就當吃生菜一樣 當然啦 外國品牌經過了這次風波以後 第二天他們再去營銷的時候 就未必會這麼熱衷於找中國的藝人 或者香港的藝人去代言 原來有什麼不妥的時候 動一點就說跟自己割席了 豈不是那個品牌自身也沒有保障 那當然啦 今次這些藝人走去跟歐美品牌割席 本質就是政治性的 那到底是不是有些強力部門 說會幫他們擋一擋 所以他們才可以割席 覺得這麼疏爽呢 還是說不是的 他們是主動的行為來的 這樣就真的會反映出 其實這班藝人 是很重視和很珍惜 大陸這一塊肥豬肉的市場 其實陳奕迅 他在中學時期已經去到英國留學了 大學也在英國那邊就讀 照計在一個充滿著自由和民主的氛圍下學習 那麼多少都應該是沾染到相關的價值觀 現在看來又不是的 因為陳奕迅現在就將人民幣置在最高的優先位置 他之前在2014年接受訪問的時候 就曾經公開這樣說到 說英國是他另一個家來的 那我就真的不知道 現在你的另一個家 或者叫做第二個家 那個政府就認為 中國在新疆那裡干犯了一些人權問題 那麼到底陳奕迅的看法是怎樣呢 而他到底有沒有擁有英籍呢 也是成為了一個討論的焦點 不少網民就認為 如果他是擁有英籍的話 就應該馬上放棄了他才是 我也贊同這些觀點 老實說 你如果長年都在大陸發展 你又不認同英國的價值觀 如果你又擁有英籍的時候 你又保留英籍何苦呢 是不是 不如索性放棄了他 既然你都言之作作說到 說要堅決抵制任何污名化中國的行為 對不對 不過呢 在我的眼中 任何這些在娛樂圈裏面混亂的人 沒有一個是真正愛國的 全部都是愛錢愛人民幣的 所以在我眼中 這些所謂的表態 撐警 全部都是假人假義 這些人根本就是政治變色龍 總之他們有什麼政治取態呢 無非就是取決於 究竟他主要的市場 是在哪裡呢 如果他是主力要在大陸賺錢的 他就說自己是愛中華人民共和國 大陸以前未曾改革開放的時候 台灣是一個主力市場來的 有陷家產就去了參加台灣的自由工會 就是去混賬 那時候 八九年的時候 一群人就在跑馬地那裏襯了 又說要民主歌聲獻中華 因為當時香港是一個主力的市場 一群人就說撐民主 撐學運 根本全部都是假的 告訴大家 任何人其實 都不應該對於在演藝界 在娛樂圈混合的人 有任何政治幻想 要幻想 你不如玩性幻想好過 更實際一點 你是不應該對於這些藝人有幻想空間的 尤其是經歷過2019年的事件之後 都應該醒來 這群人都不是的 有很多陳奕迅的歌迷還幫他辯解 一時又說 這篇聲明 就是經理人公司幫他出的 他也未必是這樣想的 如果他不是這樣想的時候 他就應該出來再跟經理人公司割席 又不見得到有 你不見得到有 就是默許他這樣做 你默許他這樣做 認同他在這篇聲明裡頭的觀點 所以是沒得好說的 就是有幫人 當初他們不是譚詠麟的粉絲 不是中鎮圖的粉絲 或者不是陳小春的粉絲 他們就走出來 聲討到別人七個一皮 好了 到自己的偶像 有這番表態的時候 又想幫他辯解 這些完全是雙重標準的 這班人當初去批判得 譚詠麟這麼興高采裂 就應該拿回當日批判 譚詠麟的力度出來 批判他自己喜歡的偶像 才是 不是的 自己的偶像有特權 這簡直是浪費 在我的眼中 對於這些所有藝人 都不會有任何的政治幻想 尤其是你不應該 假設有些人在過去沒有做到政治表態的時候 因為你對他有好感 所以你就說他是暗黃 這些完全是愚蠢到極的 我看到杜汶澤的Facebook上面 就著這件事 所發表的一些觀點 也挺適合的 分享給大家聽 他就說 這班藝人眼中 除了錢 名氣 以及工作上的滿足感之外 地面上所發生的一切 都離他們很遠 所以你們就不需要說太過認真 如果是感到失望的話 就只是因為 你沒有做好期望管理而已 以後你們聽歌的就去聽歌 看戲的就去看戲 不要存在太多幻想就好了 我認為他說這件事是對的 因為你一旦做了政治 進去這些演藝家娛樂圈 我告訴大家 100個藝人 接近有99個他都會乃共 為什麼呢? 因為市場現在就在中國那裡 市場就代表著一切 入得娛樂圈的 當然有些人很會包裝 說自己是為藝術 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可以賺到快錢 不是哪有這麼多人去發明星夢才行 一賺快錢的時候 他一定要投靠一個最龐大的市場 現在全球來說最龐大的市場就是中國 而且近水流台 他們又懂得華語 懂得普通話 他怎麼會不前赴後繼 或者前仆後繼 仆佳 那麼他都要倒入這個市場 那裡分一杯羹 所以 就是對於這些人有幻想的 那個人本身都是戒子 我說的 你不應該對於娛樂圈那些任何人有幻想 一個都不應該 我在網上又見到一些言論 就說 陳奕迅以往都是喝香港人的奶水大的 靠香港來發跡的 靠香港來大紅大紫的 既然都賺了這麼多年錢的時候 又何苦去捲入這些政治漩渦當中 實情我就對於這些所謂賺夠論是 痴之以鼻的 為什麼呢? 一個人哪有說賺夠才行 尤其是就是 這個世界我經常說一句說話 游劍就入奢義 游奢入劍就難了 當一個人 用慣了洗大了的時候 你叫他走去捲劍? 他就真是採你也浪費氣的 這些人他不走到他捲墮那一刻 他都不會跟你捲劍 對不對? 所以那些賺夠論 我就覺得是多鬼魚的 就算你說成哥 他說他老人家九十幾歲 都沒有賺夠 沒有這個世界 因為人的慾望是無窮無盡的 賺夠論 我是覺得是完全站不住腳 而且是違反經濟學的原則 然後我又看到有些網民認為 既然是這樣的時候 不如就捧些新人吧 使他們能夠在香港做得起 就以香港為本位的名聲 我認為這些人遲早都是痴心錯乎的 當一個人還沒發職的時候 他當然會說他為了你這個市場 如何如何 他是defaulted to這個香港市場 他說什麼都可以 因為他還沒紅 到他紅了的時候 讓他有機會進入一個更大的市場 賺更多的錢 他會不虛? 除非那個是鄧麗君或者是恩尼 這些有原則的藝人就買少見少了 所以大家不要做夢了 支持就還支持 我看到有些人說 他支持MIRROR 因為MIRROR以香港本位 我覺得說這些是浪費的 你貪他英俊也好 貪他唱歌好聽也好 貪他年輕小鮮肉也好 這些我覺得是比較誠實一些 比較就是面對自己多一些 不要by default覺得 年輕人一定是黃 或者他不表態就是暗黃 這些是暗糕到極的 至於在昨天的政治表態當中 不單是陳奕迅 香港人熟悉的還有些什麼人呢? 譬如說容祖兒、陳小春 他們也曾經轉發過一篇貼文 說他們要支持新疆棉花 至於近年回大陸 到風生水起的陳偉廷 就說要跟男裝品牌Tommy Hilviger 終止雙方合作 他堅決抵制 以及反對任何烏化和造謠中國的言論及行為 堅決維護祖國利益和尊嚴 這班人說 說到為祖國 其實是為他自己的利益和尊嚴 真的 還有哪些人是支持新疆棉花呢? 說名單都很長 認采怡、呂仲賢、陳偉廷、方忠信、李若彤 梁敬輝、韋英雄、鄭希怡、蔡紹芬、張柏 柏芝文、泳山、李志廷 這些全部都是回大陸賺錢的 不過沒有的 我告訴大家 大家如果有研究 三年零八個月的歷史 就算當時的文藝界 一樣有人去幫日本人服務 粵劇團又有繼續在這裡扮歌舞聲評 拍戲的又有一個紫羅蘭 所以對於演藝界有幻想 你們有性幻想就算了 不要有政治幻想 浪費氣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